第八百三十一集 女娲神像 我依旧不理解 鬼匠跟咒王什么关系啊 鬼匠跟咒王转世没什么关系 可据我所知 九叔生前雕刻了一尊女娲神像 保留至今 你说 这世间会有那么多的巧合 而且恰好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吗 女娲神像 我的呼吸一下就变得粗重起来 鬼匠的本事是让鬼伴神 从而暂时掌握神的力量 此刻我正需要女娲的力量来修复彼岸石碎片 这就是所谓的打瞌睡有人送枕头吗 不 正如星爷说的那样 这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巧合呢 你是说 有人在操控这一切 星爷回答着 这我不清楚 我不觉得有人会如此厉害 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这是天道的意志 星爷把水杯里的茶喝光站起身来 是人是神还是天道对于我们来说都没意义 重要的是你现在有机会修复彼岸石碎片了 星爷要走我追问着 你为何要帮我 星爷笑了笑 这个问题你已经问了不止一遍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有自己的目的 你只要记得答应我的事情就可以了 星爷让我答应的事情是在合适的时机杀了他 什么时候 不急 时机出现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说完 星爷便离开了 星爷前脚刚走 姑姑后脚就从地下室里飞了出来 落在我的肩上 我无奈地问着 你偷听多久了 姑姑摆出一副无辜的模样 从你们谈话开始 她黑黑一笑说着 没想到 救赎竟然是这么有趣的一个人 等找到她的转世身 我一定要根据她的故事 写一本新的小说 我敢肯定 一定比你的故事更精彩 我白了姑姑一眼 等我修复好最后一块别人石碎片 就要把所有的碎片融合为一体 那些碎片 你确定都藏好了吗 姑姑自信满满地用翅膀 拍打着自己胸脯 把你的心放进肚子里 没有人 比姑姑大人更会藏东西了 我与姑姑告别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 我把星爷告诉我的事情 说给大家听 师父听后陷入沉思 看来 我的确被人给利用了 不过 这幕后之手 似乎并不针对我们 星爷说得没错 追究无用 当务之急 是找到女娲神像 我和师父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全城 来到九叔的酒馆 酒馆的钥匙就在我手里 我很轻易地就打开了酒馆的大门 我利用阴阳眼 找到了酒馆地下室开启的机关 然后打开了地下室里的那道暗门 当暗门开启后 满墙壁的神像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些神像有的是正神 有的是人神 还有一些长相凶神恶煞的鬼神 可找了一圈 也没发现女娲神像的踪迹 我疑惑地问着 九叔是把女娲神像给藏哪儿了呢 师父说道 再找找 我们两人几乎把地下室翻了个遍 可依旧没有发现 就在我以为星爷的话有假时 我忽然看到 九叔生前最喜欢的那个咖啡机 地下室里的百家 大多都残留着一些煞气 唯独这个咖啡机 在阴阳眼的视线里干干净净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于是我快步走到咖啡机前 仔细观察 师父 帮我找个螺丝刀 师父离开地下室 去酒馆的杂物间 翻出了一个螺丝刀来 我用螺丝刀把咖啡机拆开 发现咖啡机内 藏着一个一手可握的小盒子 这个盒子非常的古朴 上面刻满了神秘的符文 我用阴阳眼 竟是看不穿的 师父在一旁开口说 打开看看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 一枚吊坠样式的神像 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尊神像人手蛇身 面容慈祥 端庄 非常符合神话传说中 女娲的形象 我惊喜着 找到了 我把女娲神像 从盒子里取了出来 神像材质冰凉 像是用某种骨头雕刻而成 而且还冒着浓烈的妖气 是用上古大妖的骨头雕刻的 他接过了神像 探查了一下 里面没有半神的鬼 鬼匠的神像 需要有鬼假扮神明才能生效 因此 我们想要动用女娲神像 修复彼岸石碎片 就必须先找一只合适的鬼 我问师父 师父 您对九叔的神像了解多少 师父回答着 见九叔用过几次 其实跟鹰雾差不多的 神像的缺点在于 有时间限制 不如鹰雾的效果持久 优点是没有副作用 他指着 已经被我取出来的女娲神像说 九叔跟我说过 神像总共有四种材质 分别是木雕 金雕 玉雕和骨雕 其中骨雕 效果最为霸道 效果越好的神像 需要的半神恶鬼 修为越高 能入骨雕的鬼 最少也得有夜叉境界 我点了点头 夜叉对于我和师父来说 还是比较好寻的 那是随便找个夜叉就行吗 还是有什么特殊要求 师父回答着 随便找一只可不行 半神恶鬼需要符合 所办神明的形象 最差也需要生前的经历 与神明的背景有所关联 这可把我给难住了 那女娲是谁啊 华夏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 华夏民族人文先祖 是伏佑设计之正神 相传 天地初开之时 世间并无人类 女娲悲天地寂寥 于是呢 比照自己的模样 用黄泥捏出人形 赐予灵智 从此才有了人类 在华夏的神话体系中 女娲乃使母神 有什么人 有资格假扮她呢 第八百三十二集 万英之母 师父仔细想了想 忽然眉毛夜抬 我想到一个人 谁啊 一位姓林的女士 师父向我解释 这位林女士 生前是一位妇产科医生 在她那个时代 因为医疗水平差 生孩子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她为了拯救这些产妇 和幼小的生灵 一生未嫁 全身心地铺在医学上 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天 她也强忍着病痛 接生了六个婴儿 林女士一生 接生了五万余婴儿 被尊称为万婴之母 听完林女士的事迹 我由衷地钦佩 此人确实有资格假扮女娲 师父 林女士既然已经过世 现在她人在哪儿啊 师父回答着 应该在地府 我现在就找五判官问一问 希望林女士还没有转生吧 说完师父便激活了手背上的地府鬼印 我们两人的面前煞气凭空涌现 随后一道通往阴间的大门缓缓开启 五判官从门中走了出来 林玄 你找我何事啊 师父把女娲神像的事情说了出来 五判官当即拿出了生死簿 开始翻招 片刻后 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 林女士尚未投胎 我激动着 那太好了 判官大人 还请劳烦您接林女士回阳间呢 没成想 五判官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师父寻问着 不方便吗 五判官叹了口气 如果只是接到阳间 倒也方便 但你们可知 这鬼匠的神像一旦有鬼进入 这鬼便可直接转世 我听明白了 这林女士半神成功 便会直接去投胎 不受地府管控 不过 我猜这种投胎的去向 是根据某些条件 比如 应得多少随机选择的 否则九叔也不会找师父 帮忙超度自己了 他自己就能搞定 但不管怎么样 脱离了地府的控制 就是坏了规矩 五判官作为地府的代言人 让他亲自做这事 确实有些说不过去 师父问道 有其他的办法吗 五判官思考了很久 最终说出一个让我和师父都大吃一惊的答案 有 你们去地府抢人 师父哭笑不得地问着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合适吗 五判官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那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师父摇头 我同样也摇了摇头 林女士具体在哪儿 吴判官回答着 林女士是千年难遇的大善人 死后自然不会入地狱 阎王之间安排他转世投胎 目前应该是在供养阁排队 这关于人转世投胎 师父曾经跟我细致地讲过 人死后灵魂出窍 七日内通过当地的城隍庙 自行前往阴间 到了阴间后 先过鬼门关 踏过了鬼门关后 便算是正式进入冥界 鬼门关后便是黄泉路 这黄泉路直通地府 正常死亡的人可以一直前行 但那些阳寿未尽意外死亡人 则要化身孤魂野鬼 在黄泉路上游荡 直到阳寿耗尽 才能继续前行 行走在黄泉路上 会路过许多 哪怕在阳间 也很有名的地方 比如望乡石 恶狗岭 金鸡山 野鬼村等等 黄泉路的尽头 就是十座阎罗殿 这阴魂经过一殿又一殿的审判后 生前作恶多端的鬼 会被押入十八层地狱 受苦受刑 洗清生前罪孽 生前无恶和大善之人 则是被送入了供养阁 这供养阁可以理解为阴间的邮局 阳室的亲人烧纸钱 烧衣物 上贡品 都会被供养阁的鬼兵 送到鬼的手中 因此 人死后 思念他的亲人朋友越多 他在地府过得越富足 等阎王安排的投胎时间一到 供养阁中的鬼 就可以启程投胎了 师父说道 把守供养阁的鬼兵应该不少吧 毕竟是地府重地 武判官平静地说着 无妨 我可以找个理由 调走大多数的鬼兵 师父点了点头 那好 我去把林女士请过来 没成想 武判官拒绝了 不行 你名气太大 哪怕做了伪装 也容易被认出 那我让我的儿子 或者女儿去 也不行 你儿子临天又是道先转世 他一旦暴露身份 恐怕连天上的神仙都会被惊动 至于你大女儿林诉诉 武判官没说到最后 但他的语气很明显是拒绝 我还有个二女儿 武判官还没开口 我便抢先说着 师父 还是我去吧 小陆留下照顾孩子吧 武判官插了一嘴 就他吧 你这徒儿的实力 都快要清出鱼栏而胜鱼栏了 其实啊 就是走个过场 小心一点 不会有人察觉的 武判官都这么说了 师父也不好再拒绝 那好 小贤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师父 判官大人都说走个过场了 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判官大人 我什么时候出发 武判官说的 半个时针后 我先回去安排一下 时间一到 你就出发 武判官离开了 他走之前 给我留下了一个锣盘 这个锣盘上有一根 悬浮的金属指针 武判官告诉我 他会在林女士的身上 留下一个别人无法察觉的印记 等我到了供养阁 锣盘便会有感应 我只要跟着指针走 就能找到林女士 除此之外 罗盘还有藏魂的效果 找到林女士后 我只需把林女士藏进罗盘中 便能悄无声击地 从阴间带出来 真正做到 神不知 鬼不觉 半个时辰 很快就过去了 时间一到 我便灵魂出窍 师父帮我打开了 通往阴间的大门 最后 他在我的手背上 刻下了与他一模一样的 地府鬼印 第八百三十三集 恶狗领 师父告诉我 这道地府鬼印 能够维持时日 等你找到林女士 便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激活她 便能重新打开大门 我说了声好 然后就要踏入大门 伸进一只脚后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回头问道 师父 前往供养阁 要经过阎王殿 那 我怎么过去啊 师父笑了笑 别担心 吴判官会给你安排好的 我点了点头 师父做事向来滴水不漏 他说不用担心 那肯定不用担心了 那我去了 注意安全 与师父告别后 我大步跨入大门 一阵穿梭空间带来的 强烈眩晕感后 我眼前的场景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的四周 站满了阴魂 数量之多 一眼扫去 成千上万 而在我的面前 有两座高耸的山峰 两座山峰对立 中间有一道深深的峡谷 峡谷中 瘴气滋生 蚊虫 鼠蚁 繁躲 被一团白雾笼罩 鸦雀悲鸣 阴风呼号 我身边的阴魂 接着低着头 向着峡谷走去 我立即反应过来了 这个峡谷 便是传说中的鬼门关 我来到阴间了 我收敛自身体内的煞气 让自己看起来 就是一个普通的阴魂 我混在了大队伍里 向着鬼门关走去 我顺利穿过了鬼门关 这峡谷之后 是一条道路两侧 长满了血红色花朵的黄土路 花是彼岸花 鹿是黄泉鹿 踏上黄泉鹿后 我的身边忽然冒出一只鬼来 他塞给我一样东西 是一个黑色的令牌 这只鬼小声地说着 当你到了阎王殿前 把这个令牌 交给一个腰间带红的鬼门 他会带你绕过阎王殿 直接前往供养阁 啊 还有 走到恶狗岭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话音刚落 这只鬼便混入鬼群了 眨眼间的功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看了眼手中的令牌 将其收好 师父说的没错 吴判官果然会安排好一切 这黄泉鹿很长 为了不暴露自己 我无法用修为赶路 结果这一走就是两天两夜 终于 我走到了恶狗岭 那在神话传说中 恶狗岭是黄泉鹿上最凶险的路段 恶狗岭到处都是恶狗 他们生前皆是死于非命 要么是被车撞死的 要么就是被人吃进了肚子的 要么是被人活活虐死的 这些狗有一个统一的特征 那就是对人类充满了怨恨 狗天生嗅觉敏锐 死了也是如此 他们能嗅出路过阴魂 恶狗身上的煞气 那煞气越重的 说明罪孽越深 那这个时候 恶狗们就会一起扑过来 拼命的撕咬 让鬼痛苦不堪 果不其然 我刚走到恶狗岭 就听到前方传来痛苦的哀嚎声 我定睛一看 只见一只实力不弱的恶鬼 被十几只的恶狗围攻 从他的身上咬下一片又一片的灵魂 说来诡异啊 被咬掉灵魂的恶鬼 并不会死去 破碎的灵魂会重新长出 让他好接受更多的痛苦 这只恶鬼被狗压得无法起身 只能匍匐着往前爬 可以想象 在他爬出恶狗岭之前 会遭受怎么可怕的折磨呢 就在这时 一只瞎了一只眼 瘸了一条腿的恶狗 走到我的面前 他鼻子一抽一抽的 使劲在我身上嗅 我并没有太过慌张 虽然杀绝经过我的修改后 煞气存于灵魂 但已经将其全部的压制在灵魂深处了 这恶狗应该也无法嗅得出来 可就在下一刻 我被打脸了 这只恶狗仿佛嗅到了什么 忽然变得极为凶傻 他的喉咙里发出凶狠的低吼声 然后张开长满锋利牙齿的嘴巴 一口向我的大腿咬来 我下意识地抬脚 直接将这只恶狗给踹上了天 看着在天空中滑出一道弧弦的恶狗 我忍不住在心中叹了口气 怪不得五判官的手下让我小心恶狗领 这里的恶狗鼻子是真灵啊 我这一脚算是捅了恶狗窝了 上千道狗叫声从山岭中响起 紧接着无数恶狗向我扑来 就连刚刚围攻恶狗的狗也扭头冲了过来 那恶狗拔腿就跑 他边跑边回头冲我大喊 谢谢大哥 好人一生平安 望着正在向我狂奔的恶狗 我知道自己必须得跑了 虽然我的修为呢 把这些恶狗全杀了都不是问题 但动静一旦闹大 引来鬼兵鬼差 就不好脱身了 我四处张望 然后看到一个身穿黑袍的鬼 我立刻上前 一把将他身上的黑袍给拽了下来 进来一会儿 不等这回反应过来呢 我已经用黑袍笼罩身体 并遮住了脸 向着黑狗领的尽头冲去 既然已经被发现 我也不用隐藏修为 煞气笼罩全身 让我的速度不断加快 如果此时有人站在高处 便能看到成千上万只恶狗 追着一个黑影在跑 数不清的阴魂恶鬼被撞翻在地 脸上被踩了数不清的狗爪子音 我一边加快脚步 一边在心中按马 等回到了杨姐 非得吃他几顿狗肉火锅不可 我一口气跑了一个时辰 终于在前方见到了曙光 说来奇怪 自从进入了阴间 天空便是暗红阴沉 而恶狗领的尽头 却是阳光普照啊 当我踏入阳光照射的范围 追赶我的恶狗 全部都停下来 冲我狂吠 有一只恶狗不甘心被我逃掉 试图闯入这里 可它才靠近一声响亮的鸡鸣声 响彻天地 这一声鸡鸣 让我知道自己来到了哪里 是鸡鸣山 鸡鸣山又叫金鸡山 是一座拥有两道岭的山 其外形的酷似公鸡因此得名 走过恶狗岭的阴魂恶鬼 需要继续翻过鸡鸣山 而鸡鸣山中的公鸡 与恶狗领的恶狗一样 都是死于人类之首 第八百三十四集 鬼兵带路 他们与恶狗一样 憎恨着人类 因此遇到煞气极重的恶鬼 便会与恶狗一样蜂拥而至 恶鬼一旦进入着鸡鸣山 一群群怒官的公鸡迎面扑来 那如铁的嘴直接刀下灵魂的双眼 煽动的翅膀像锋利的刀片划破身体 那如抓魂钩的爪子 抓得全身劈开肉绽 伸入五脏六腑 这种抓心灼肝的痛苦 事所罕见呢 原初已经有数不清的公鸡 拍打着翅膀而来 看到这一幕 我忍不住地叹了口气 还真是刚出狗洞 又进鸡窝呀 没办法 只能继续跑了 可跑着跑着 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公鸡有翅膀 虽然飞得不高 但能助跑啊 毕竟比恶狗们跑得还快 不一会儿的功夫 我就被团团围住了 被上万只公鸡围住的情景 着实是有些壮观 每当有公鸡扑腾着翅膀向我攻来 都犹如刮起一道龙卷风来 别看这些公鸡 快头的不大 力气却很惊人 尤其是几十只一起时 堪比一道铁墙 我硬冲了两次 冲不过去 便只能下定决心出手了 我没有拔出困物刀 虽然我的名气不断增加 困物刀已经成为了我的身份象征 那虽然这是阴检 但我无法保证 自己不会被人给认出来 阴雷在我的掌心中涌出 我手一挥 阴雷汇聚成了一张巨大的电网 向着我身前撒去 鸡鸣山上的攻击虽然凶狠 但也只是仗着数量惊人而已 电网一拢 顷刻间 几百只公鸡魂飞魄散 连根鸡毛都没留下 欺软怕硬是所有生灵的本性 在我出手之后 刚刚还拼命围攻我的公鸡 全都愣在原地了 我没有理会他们 快步上前 没有一只公鸡追来 但我的出手引来了鬼差 才过了不到三分钟 远处便有两个鬼差赶来 我赶紧用黑袍把自己照好了 再次隐藏煞气 混入人群 哎呀 我有惊无险地通过了鸡鸣山 下山后便是黄泉路上的倒数第二站 野鬼村 这野鬼村呢算是一个驿站 可以让在恶狗岭和鸡鸣山中 受过苦的恶鬼们 停脚歇息 再往前 便是十座阎罗殿了 可以说野鬼村是最后一处 能让恶鬼们感到放松的地方 这座村子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村子十分漂亮 人山人海 彩旗飘飘的 野鬼村里的鬼 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他们在一起跳舞啊 唱歌 好不欢乐 我这有些傻眼了 这是干嘛呢 阴间的大型派对吗 直觉告诉我 事情没有我看到的这么简单 于是呢 我激活了阴阳眼 当阴阳眼点亮的瞬间 我眼前欢庆的景象 瞬间变成了另一幅光景 哪里有什么漂亮的村庄啊 这里有的是满目的残垣断壁 无比凄凉 跳舞唱歌的人群也消失不见了 有的只是一群正在抢夺无辜阴魂的恶鬼啊 这些恶鬼身体都有残缺 有的少了胳膊 有的少了腿 他们抢着其他鬼身上的部位 安装到自己身上 我猜测 这些残缺的恶鬼 是在经过恶狗领和金鸡山时受的伤 虽然在里面被狗咬 激着使身体会不断恢复 保证受罚的恶鬼呢 不会魂飞魄散 但恢复的次数应该是会有上限的 有些逃得慢的恶鬼 跑到野鬼村时就成了残疾 这灵魂残疾会影响到下一世的 为了补全全身 这些恶鬼便建立了野鬼村 用幻术迷惑路过的英魂 趁机抢夺他们身上的部位 补全自己 至于被抢的英魂们怎么办 那大概只能留在野鬼村 再抢后面赶上来的鬼 就像是几股传花呀 我叹了口气 人死后还真是不安生 既然识破了野鬼村的真相 我选择绕着村子走 以免节外生枝 绕过村子后 我重新回到黄泉路 继续向前 走了半日后 我看到前方出现一个巨大的城池 城池前 驻扎着数不清的鬼兵 他们都戴着鬼脸的面具 各个身披甲皱 手持长枪 毫无疑问 眼前这座城池就是地府了 走到地府的阴魂恶鬼 会被鬼兵压着进入 他们将会按照顺序 依次通过十座阎罗殿 完成审判 我没有着急上前 而是对这些鬼兵 进行了仔细的观察 我找了一圈 终于在一个角落里 发现一个装扮稍有不同的鬼兵 那这只鬼兵的腰间 绑有一个红色的三角巾 我观察四周 发现没人注意我后 悄悄地来到这只鬼兵的面前 我展示令牌 鬼兵快速收起令牌来 然后低声对我说 跟我来 他带着我走进城门 却没有走向阎罗殿 而是通过一条非常隐秘的小路 把我带到了一个几百层高的塔楼前 塔楼的入口悬挂着一个巨大的招牌 供养阁 就是这里了 这鬼兵呢 把我带到塔楼 然后快步离去了 进入供养阁后 我惊讶地发现 这里面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休养所 几百层的塔楼内 什么喜悦啊 疗养 餐饮 运动 应有尽有 仔细想想也对啊 能进供养阁的鬼 都是排队投胎的鬼 要么是生前的没有造孽的善人 要么是已经是喜清罪孽的鬼 确实可以享受一下 那说真的 要不是时间紧迫 我都想好好体验一下了 十天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四天半了 我掏出五判官给的罗盘 注入一缕煞气 罗盘机火悬浮在上方的指针 立马就动了起来 指向了楼梯 我快步上楼 然后指针又指向了楼梯 我是一层又一层地往上爬 直到爬到六百多层 这指针终于是不指向楼梯了 我往指针指的方向走去 找了十几分钟 便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在等待五判官安排的时候 我特意用手机上网查找了 这林女士的照片 所以一眼就认了出来 第八百三十五集 蓝路 此刻的林女士 正在和一个年龄只有两三岁的小鬼玩耍呢 她看向孩子的眼神满是慈爱 然而就在我准备上前时 林女士的身后忽然出现一个大门 这大门开启的时候 一团红雾从门缝中飘出 带有浓重的血腥味 突然出现的大门着实让我一惊啊 这个血色大门和通往阴间的大门 很是相似 但这里就是阴间 门的对面究竟是何方呢 一开始我以为是仙人一方在捣乱 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从血色大门中飘出的红雾 是浓郁到让人无法相信的煞气 下一刻 一只鬼兵从大门中走了出来 他全身上下都披着红色的甲皱 只露出一双眼睛 眼中跳动着幽绿色的鬼火 看到鬼兵身上的装扮 我的脑海里立马蹦出一个词 血海鬼兵 师父跟我讲过 从地府跑到阳间捉拿恶鬼的 鬼兵鬼差 只是地府任命的当职人员 大概相当于阳间的警察 而地府真正的力量 是一群训练有素的血海鬼兵 他们才相当于阳间的军队 这些鬼兵长期待在一个叫血海的地方 那里是一片血液流动的海洋 然而那不是真正的血水 而是用特殊方法凝聚的煞气 可以说血海是三界当中煞气最重的地方 从这种地方训练出来的鬼兵 实力可想而知 师父还告诉我 血海鬼兵的修为 都是精英夜叉起步的 罗刹级别的鬼兵多到数不过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大门中钻出三只鬼兵来 我立即戒备起来 师父说过 只有职位至少达到大判官级别 才有资格调动血海鬼兵 那血海鬼兵出现在这里 是谁的兽医呢 我想这应该也超乎了五判官的预想 有人在捣乱 哪怕徐府死了 依旧是有人想封都降临 我把手伸向后背 握住了昆吴刀的刀柄 我不确定这三只血海鬼兵 是不是冲我来的 但提前做好准备 总归是没错 下一刻 三只血海鬼兵向着林女士走去 我眼皮狂跳啊 他们的目标不是我 而是林女士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林女士 是修复彼岸石碎片的关键呢 这事只有我 师父和五判官知道 我肯定不会怀疑师父 但五判官也没理由是被判者 难道 我立马就想通了 五判官安排我接走林女士 肯定不方便自己出面 必然是让手下的鬼差 去做这件事 五判官的麾下 有内奸 我肯定不能让血海鬼兵 把林女士带走 这个时候 我也顾不上会暴露自己了 随手弹出了一道细小的阴雷 砸向远处 阴雷砸在墙壁上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走向林女士的三只血海鬼兵 当即被吸引了目光 扭过了头 这个瞬间 我果断抓住了机会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林女士 来到她的面前 林女士被吓了一跳 你是谁啊 她话音未落 我便拿出五判官给了罗盘 对不住了 罗盘发动 林女士当即被吸入罗盘 这个时候 三只血海鬼兵也发现了我 站住 一声怒吓 恐怖的煞气从血海鬼兵的身体中爆发出来 在场所有的鬼全都趴在地上 动弹不得 我使劲拉了一下头上的袍帽 然后 头也不回地往楼下跑 三只血海鬼兵速度快得惊人 我一时半刻竟是甩不开他们 虽然我现在能动用师父留给我手背上的地府鬼音 但师父说过 他的鬼音名字太大 一旦动用 立马就会被认出来 一定要在没人的地方才能使用 我疯狂地往下冲 中间还使出了看成龙大哥电影穴道的独特下楼技术 奈何这血海鬼兵真就跟狗皮膏药似的 我都冲出供养阁了 他们还在我屁股后面追呢 我肯定不能往来时的方向跑 那边有阎王殿 若是碰上了阎王 我小命休矣啊 所以 我选择往相反的方向跑 这一路上遇到不少的鬼 其中不乏鬼兵鬼差 他们本想拦我 但看到我身后的血海鬼兵 一个个有多远就躲多远 可见普通的鬼兵鬼差 也惧怕血海 不过这也方便了我逃跑 我直接冲出了城门 竟是没人阻拦 冲出城池后 我来到一片荒野 我知道 再往前冲 就到了奈何桥 喝孟婆汤的地方了 我四处查看 发现周围没有一只鬼 心中打定了主意 我停下脚步 三只血海鬼兵立马就把我围了起来 刚刚让我站住的血海鬼兵 伸出手 冲我喊 把人交出来 我催了他一口 你让我交我就交 岂不是显得我很没面子 我这话显然激怒了对方 三只血海鬼兵同时出手 向我杀来 他们一动手 我便知晓了他们的实力 为首的血海鬼兵乃罗刹修为 至于其他两只则是精英夜叉 我完全没把夜叉放在眼里 至于罗刹 又不是没杀过 我完全不惧 我的打算很简单 只要我在他们的援军赶到前 就把这三只血海鬼兵全部杀死 那我就能逃走了 当三只血海鬼兵靠近我时 我的掌心已经是凝聚了阴雷 我毫不犹豫地一掌拍下 阴雷落在我的脚下 然后猛地炸开 只听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阴雷立马散开 向着周围散去 阴雷如同波浪 打在三只血海鬼兵的身上 我本以为这一招能轻松将他们全部杀死 至少两只夜叉肯定不能幸免 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我竟然失手了 当阴雷打在血海鬼兵身上的铠甲时 血色的甲胄忽然浮现出几道 符文 然后 阴雷就消失不见了 第八百三十六集 忧泉之火 不过阴雷的力道还是穿透了甲咒 三只血海鬼兵被击退了数米 血海鬼兵的首领冷笑着说 阴雷 你以为这种源自明间的力量 能对我们有什么效果吗 我忍不住的在心中抱了粗口 这血海鬼兵不光自身羞为惊人 身上的装备更是可怕呀 看来想要用阴雷杀死他们 完全是痴心梦想 就在我思考是用其他招式还是赶紧逃走时 三只血海鬼兵同时把手中的长枪插入地面 下一刻三道光柱冲天而起 化作一个巨大的牢笼 把我困在了里面 我激活阴阳眼 然后发现 这囚龙的力量源泉是三只血海鬼兵 换句话说 只要我没把他们全部杀死 就无法离开 这是一场既分胜负也分生死的对决 被困住之后 我立即地观察四周 就在这时 为首的血海鬼兵对我说道 不用看了 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我当然知道不会有人来救我 我更关心的是 有没有人会来帮助他们 我开口问着 能调动你们血海鬼兵的人 职位肯定很高 是哪位大判官 还是说 某位阎王 血海鬼兵冷笑一声 你就别费尽心思打听了 我们是不会告诉你的 听到这话 我心中有数了 看来下令带走林女士的幕后者 不希望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换句话说 不会有人来帮你们 血海鬼兵讥笑着 你倒是很聪明 但你能猜到又如何 是没人来帮我们 因为我们三个 足够将你杀死一百遍了 我晃了晃自己的脖子和肩膀 可惜我现在是灵魂 听不到骨节晃动 响起的琵琶声 我笑着说道 既然没人会打扰我们 那我也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说完 我拔出了昆吾刀 三只血海鬼兵 全部进入到牢笼中 他们手持血色长枪 向我杀来 任何源自明界的力量 都无法攻破我们的甲咒 你还是束手就琴吧 我会束手就琴吗 那可真是笑话了 不能使用阴雷又如何 我又不是不懂其他的力量 说着 我以自身煞气注入昆吾刀 然后在空中画了一道符 这是雷符 我从林天佑那里学到的 虽然只是学到了一点皮毛 但召唤一道杨雷 还是轻轻松松的 可尴尬的是 这符画出来了 雷没出现 我这才反应过来 这里是冥界 怎么可能召唤出杨雷呢 是算了 就在我失误的空档 一个血海鬼兵 已经杀到了我的面前 他一枪刺向我的喉咙 出手机杀着我 我立即迎敌 一刀斩下 只听当的一声 我和血海鬼兵同时后退 这家伙只是精英夜叉 但其力量却丝毫不弱于我 这很不科学呀 唯一的解释 就是他身上的血海装备 增强了他的力量 就在这时 其他两只血海鬼兵 也杀到了我的身边 两人同时出枪 不管是我挥刀挡哪一个 都会被另一只血海鬼兵给刺中 于是我选择兜不挡 我纵身一跃 身体在空中侧身翻转 两柄长枪分别从我的上方和下方穿过 我抓住下方长枪 猛的发力 用力一拽 使握着这柄长矛的血海鬼兵 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与此同时 我选择借力 身体在空中游动 瞬间就来到这只血海鬼兵的面前 血海鬼兵身上的甲咒 的确是护住了全身99%的部位了 但血海鬼兵外露 这就是机会啊 我闪电出刀 速度快到血海鬼兵根本就反应不及 下一秒 昆吾刀插进了血海鬼兵的眼睛里 我冷声笑的 你身上的甲咒能挡住阴雷 你的灵魂能不能挡得住 说话间 阴雷在昆吾刀的刀尖迸发 一声凄惨的叫声从甲咒里响起 声音在牢笼内不停回荡 等我抽刀时 我面前的血海鬼兵已经是昏飞魄散 他身上的甲咒落在地上 化作一堆残片 另外两只血海鬼兵愣在了原地 他们应该是想不明白 我怎么能这么快就杀死他们的同伴呢 我反问为首的血海鬼兵 哎 现在你还觉得啊 你们赢定了吗 你找死 剩下的两只血海鬼兵同时杀来 说实话 他们的实力真的很惊人 枪术优秀 配合也很好 就算有三五只罗刹在这 也只有被屠杀的份 只可惜他们面对的是我 我是见过世上最好的枪术 跟大姐林素素一比啊 眼前这两只血海鬼兵的枪术 简直是幼稚的可笑 我用最纯粹的武术招式 把两杆长枪全部拦了下来 任凭他们如何变招 也无法突破我的防御 熬战了一分钟后 我找到了一个机会 昆武刀刺进第二只血海鬼兵的眼中 伴随着阴雷的轰鸣声 和血海鬼兵的惨叫声 现在 我的敌人只剩下实力最强的那只 血海鬼兵了 这只血海鬼兵彻底的怒了 他发现自己手中的长枪 对我不起任何作用 便放弃了强弓 转用鬼术 他伸出左手 掌心对准了我 下一刻 他的掌心中 冒出了一团幽绿色的火焰 说来神奇啊 这火焰与凡间的火焰 很是不一样 明明是火 却犹如一团泉水 不停的翻滚着 这是来自地狱的幽泉之火 能对灵魂造成极大的伤害 你困在这牢笼里 我看你如何能躲 话音刚落 火焰便席卷而来 这幽绿色的火焰 瞬间充满了整个牢笼 不留一丝空气 牢笼里传来狂妄的笑声 最后这只血海鬼兵 一定以为我已经被烧得魂飞魄散 然而片刻之后 等他收起幽泉之火 却震惊地发现 我完好无损 第八百三十七集 戒密集 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恐怖煞气 从我的灵魂中迸发 化作一道屏障 护住我的周身 他不敢置信地问着 你明明是一道生魂 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多的煞气 我解释着 我的确没这么多煞气 可你自己感受一下 这是我的煞气吗 他沉默片刻 仔细感受 然后猛地低头 看向掉落在地上的甲皱碎片 没错 我释放的煞气 源自他那被杀死的两个同伴 这就是杀绝的无解之处 杀的鬼越多 我的修为越是强大 哪怕无法当场吸收 也能暂时利用 该结束了 我的眼睛忽然变得火热 隐藏在阴阳眼中的 吃油血脉被激活了 我的力量疯狂增长 实力得到全面的加强 我脚下野灯 化作一道快如闪电的黑影 冲到最后一只 血海鬼兵的面前 我手中的昆吾刀 不停地砍向他 伴随着叮叮当当的声响 他身上的甲皱 开始出现裂痕 这只拥有罗刹修为的 血海鬼兵 终于是慌了 他抵挡不住 想要打开牢笼 逃出升天 但我怎可能给他逃走的机会 在刚刚的打斗中 我身上的黑袍已经脱落 露出了真容 既然看到了我的脸 那我只能是彻底封住他的嘴 我的攻击变得更加的猛烈 片刻之后 伴随着清脆的破碎声 血海鬼兵的身上 血海甲皱破碎了 阴雷爆发 夺走了他的性命 随着最后一只血海鬼兵死亡 牢笼立刻消散 我没有贪心用杀绝吸收这只血海鬼兵的煞气 而是毫不犹豫地激活师父留在我手背上的地府鬼影 大门开启 我一头扎了进去 一阵眩晕后 我回到了酒书酒馆的地下室中 师父就站在我的面前 我回来了 见到我赶回来 师父立即关闭了通往阴间的大门 他关心地问着 情况怎么样 我回答道 李女士我已经带回来了 但我发现了一件事 什么事 武判官的手下有叛徒 我在供养阁里碰到了血海鬼兵 听到血海鬼兵这几个字 师父的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 他不敢置信地喃喃说着 谁有这么大的能量 竟然能召唤血海鬼兵来阻止我们 他立即用地府鬼影把这个消息 传给了武判官 然后对我说 这件事 武判官会自己调查的 我们当务之急 是让李女士进入女娲神像 修复彼岸石碎片 我点了点头 把武判官给我的罗盘拿了出来 交到师父手中 只见师父手背上的地府鬼影 亮了起来 随后 罗盘再次被激活 一道鬼影从罗盘中飘了出来 正是林女士 林女士一脸的迷茫 她左右看了看 然后惊讶地问 这里是阳间 师父回答的 没错 这里是阳间 随后 师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林女士 林女士听后 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下来 既然是拯救苍生的事情 我当然义不容辞 师父对她说着 拯救苍生 能得到很多很多的因德 你转世之后 一定会投一个好胎 林女士笑着说 身后的事情 我并不怎么在意 说吧 需要我怎么做 我拿过女娲神像 拿到林女士的身前 对她说着 您试一试 能不能钻进去 林女士说了声好 化作一缕黑烟 试图钻进神像里 然而她失败了 神像上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把林女士推开了 我和师父对视一眼 师父说 看来需要九叔一脉的传承 才能让林女士进入 我询问着 那九叔有传人吗 师父摇了摇头 九叔走的时候 你就在她身边 也看到了 她在活着的时候 并没有把自己的本事 传给儿子 直到林死 才把记在她一生本领的 秘籍交出 就算我们现在 能找到她已经 去往国外的儿子 对方有没有掌握 还是个未知书啊 那怎么办 师父想了想 无奈地说了一句 恐怕 我们只能自己研究一下了 我忽然想到 九叔过世的时候 不是准备了两本秘籍吗 一本由她的儿子 带去了国外 另一本给了全城的 城隍城宽 或许 我们可以把城隍 手中的那本借过来 师父点了点头 说不定可以 你们都是城隍 你去借借看吧 这事的确是我出面更好 我没有犹豫 立即赶到全城的城隍庙 拿出城隍令 召唤了陈宽 我客气地与陈宽打招呼 陈大人 好久不见 陈宽问我 听说你这忙的阻止 风都入侵人间 怎么有空来找我 是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对 我需要借阅九叔 交给你保管的那本秘籍 我把彼岸石碎片损坏的事情 说了出来 陈宽和我是一个阵营 这种事情 是可以告诉他的 陈宽听后没有多问什么 他手掌一翻 九叔交给他保管的秘籍 就出现在他的掌心中 看完记得还回来 嗯 一定 我带着秘籍赶了回去 然后与师父一起翻阅 等我们把秘籍看完 对视一眼 皆是苦笑 师父感叹道 哎 果然是隔行如隔山啊 九叔这鬼匠一脉 修行的难度可真是够大的 一点都不比我们殷商一脉 容易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九叔一脉的本事 全称客像半神 好在他提前把女娃神像呢 给我们克好了 否则就是学个十年八年的 我和师父也搞不出来 而现在 我们只要学习把半神恶鬼 塞进神像里的技术 就可以了 相比于客像 这可是太简单了 第八百三十八集 彼岸石藏在哪里了 我和师父分别去做准备 到了夜里 我们摆了一张供桌 把女娃神像放在上面 入巷的步骤并不算难 只要让林女士向女娃神像 请罪就可以了 但关键在于 还需要一个神像的使用者 神像的使用者 能够继承女娃的能力 从而修复彼岸石碎片 这就要求 她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修复技术 这对于能够制作鹰雾的 我和师父来说 都是不错的人选 我想了想决定 还是自己上 我和林女士来到供桌前 我跪倒在女娃神像面前 恭敬地上香 然后许愿道 女娃娘娘在上 凡人沉久 想要借用您的能力 修复彼岸石碎片 请您大发慈悲 降下神迹 实现我的愿望 等我许完愿 我惊奇地发现 一缕青烟从我的眉心中冒出 钻入了神像 而后 轮到林女士上场了 她先是曝出自己的名字 然后说道 女娃娘娘在上 未免轮回之苦 小人 假见您的身份瞒天过海 赐之罪孽深重 向您请罪 请您原谅 她话音刚落 一缕黑眼 同样从她的眉心中冒出 钻入神像 我把女娃神像 从供桌上取下 与林女士一起握住 下一刻 林女士的身形渐渐地消散 融入到神像中 按照九叔留下的秘籍 此刻神像已经制作完成 只需我供奉一段时间 便能得到女娃的能力 我把秘籍还给陈宽 然后和师父一起返回安德 在回家看望了林小璐和张之乐后 我把自己锁在了茶馆里 我每日两次供奉 终于在第三日 我的脑海里 凭空多出了许多神奇的知识 其中 就有修复彼岸石碎片的方法 彼岸石乃天生缔造之物 想要将它修复 需要同等的材料 比如 炼制我身体的补天石 它们本就是同源之物 只是功能不同 当然了 用补天石修补彼岸石 并不需要我拆胳膊蟹腿的 用血就可以 我用修为凝炼自己的血液 使其炼化为精血 再在修复的过程中 滴入坏掉的彼岸石上 便可以了 三天三夜后 这块坏掉的彼岸石碎片 终于是重新的绽放出神光来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长舒一口气 终于是修好了 修复好彼岸石后 我来到镜子前 看了一下自己 三天没有睡觉 又一直不停的凝炼精血 此刻的我脸色苍白如纸 没有一点血色 眼圈黑得像是大熊猫 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该回家休息了 我喊来姑姑 把修复好的彼岸石碎片给了她 让她好好保存 当然了 为了不出现意外 武判官给我的那块碎片 我依旧自己留着 以免被敌人全部抢走路 我回到家 林小璐见我的模样吓坏了 赶紧给我做了一顿热乎乎的面条 等我狼吞虎咽吃完 他拽着我赶紧去睡觉了 这一觉我睡了三十多个小时 得益于炎地血脉强大的恢复能力 等我睡醒时 我已经恢复了八成 我醒来后第一件事 便是给林天佑打电话 在我睡觉前 我安排他去茶馆保护姑姑 顺便跟着姑姑一起 去把之前藏的彼岸石碎片都取回来 为融合做准备 林天佑很快就接了电话 说这两天一气安好 并没有敌人上门捣乱 听到这话我松了口气 吃了点东西后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茶馆 见到林天佑后 我问他 你跟姑姑聚取其他的彼岸石碎片了吗 他到底把碎片藏到哪里去了 林天佑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他告诉我 我哪里也没有去啊 我皱起眉头大喊一声 姑姑 姑姑抱着手机飞了出来 他嘟囔着 玩玩戏呢 有啥事 等我打完这局再说 我一把把姑姑的手机抢了过来 都什么时候了 还玩游戏啊 姑姑眼睛一瞪 怒气冲冲的冲我吼 老子的晋级赛 我现在要求着姑姑 不敢再凶她 急忙哄着 我说姑姑 你别着急 等你把彼岸石碎片都找回来 我给你买个新手机 最贵的那种 听我这么一说 姑姑的眼神变得和善起来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没逼你啊 对对对 是我自愿孝敬您的 我呢 把茶馆大门关好 然后我们围着一张茶桌坐了下来 我把武判官给我的彼岸石碎片取了出来 然后问姑姑 姑姑 你快点告诉我们 你把剩下的彼岸石碎片都藏哪里去了 我忽然想起他之前藏补天石的经过 脸色难看的问 你该不会又藏话问池里了吧 姑姑高傲地扬起他的头 用非常鄙夷的语气对我说着 同样的招式 怎么可能出现在本大人的身上 然后他坏笑着说 你们两个都瞪大眼睛瞧好了 让你们看看本大人的高明之处 说完 他把两个翅膀放在自己的胸前 只听呲啦一声 竟是把自己的胸口撕开了一道口子 那姑姑的本体是一个布偶 撕开胸口后本应该露出一些棉花来 可此时我才发现 姑姑的肚子里一点棉花都没有 取而代之的是拼凑起来的彼岸石 我和林天又都惊呆了 我不敢置信地问 姑姑 你别告诉我 这些彼岸石碎片都被你一直藏在肚子里呢 姑姑自信地对我说 难道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叫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 我差点被气疯了 那你就没有想过 所有的彼岸石碎片会被人全部抢走吗 姑姑反问我 彼岸石碎片丢一块和丢三块五块有区别吗 把它们分开草 被找到的几率反而更大 这么简单的概率题你都不会做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第八百三十九集 彼岸石的秘密 这话倒是没错 但凡少一块碎片 彼岸石就无法复原 我正想开口反驳呢 姑姑一句话堵住了我的嘴 我就问你丢没丢吧 好吧 不管过程怎么样 姑姑的确是完成了我交代的任务 在她的保管下 彼岸石碎片满好无损 就在这时 林天又开了口 姑姑 彼岸石碎片不是可以封印周围人的修为吗 为什么我离这么近 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她这么一说 我才反应过来 此刻不管我体内的灵气 还是煞气 都运转通畅 压根就没有被封印的感觉 姑姑解释着 张贤这小子给我第二块彼岸石碎片石 我就发现了他的秘密 说着姑姑把彼岸石碎片从肚子里取了出来 她的身体一下子就瘪了下去 先给我找点东西 把身体填起来 我再跟你们解释 我找了一圈 没找到棉花 于是跑到卫生间拿了一抽卷纸 给姑姑塞到了肚子里 姑姑刚要发火 我立马说着 回头我给你填钞票 一百面额的 姑姑哼了一声 这才回归正题 我发现 这些彼岸石碎片 是可以拼接在一起的 说完 她用翅膀 再拼在一起的彼岸石碎片上 抽了一小块 等她松开翅膀 这小块碎片 犹如带有磁力般 啪的一声 自己就被吸回去了 重新拼起的彼岸石碎片 会失去效果 甚至不散发一丝一毫的气息 所以 就算有人来抢 也无计可寻 姑姑指了指最后一个残缺 剩下这块 就是武判官给你的碎片了 我拿着最后一块碎片 凑了上去 又是啪的一声 彼岸石完全复原 只见一道道微光 从碎片之间的缝隙中亮起 片刻之后 缝隙消失不见 我把完整的彼岸石拿了起来 此刻的彼岸石 犹如圆形的水晶 晶莹剔透 我和林天佑对视了一眼 皆是看到对方眼中 惊喜的目光 有了彼岸石 就能在封都降临时 把封都引到彼岸石 创造的空间中 远离人间 姑姑从我的手中 抢过手机 说道 别忘了给我买新手机 说完 他就飞走了 我和林天佑 以最快的速度 赶回家中 把完整的彼岸石 交到师父手中 师父感慨地说 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 只等风都降临了 他顿了一下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着 小贤 剩下的时间 你多跟着速速修炼 这最后的一战 你责任重大 我说了声好 便听到大姐 林速速的声音传来 别光张贤了 小陆和天佑 也一起来吧 林天佑的脸 一下就垮了 他求饶道 大姐 我就算了吧 林速速 斩钉截铁地 拒绝了他 不行 现在就你最弱 你的序列量 得加倍 完整的彼岸石 交给了师父看管 他直接把彼岸石 藏进了地府鬼阴 就算是有人杀了他 也能通过五判官取出来 因此可以说是 百分百的保险 张芝乐交给了师娘保管 林速速拉着我 林小璐和林天佑 再一次来到了 华夏的大西北 这里人烟稀少 最适合修炼了 就算是弄得动静再大 也不会被人察觉 林速速分别给我们制定了修炼的路线 林天佑最简单 那就是拼命地回忆大号密码 上次在海底钻石城 他重获先人之力 顺便也回忆起了许多前世记忆 他只要能够再次掌握这股力量 哪怕是只能恢复前世百分之一的实力 也能够极大的提升战力 那至于林小璐 则是开发隐藏在血脉中的寒霜之力 林速速说 小璐呢 还没完全掌握这股力量 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而我则是钻研灵气与煞气的融合之法 灵气与煞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 原本是相互排斥的 但若有办法能够让这两股力量融合在一起 就像是核聚变版 请客间爆发出惊人的威力 虽然之前呢 我已经初步有了思路 但距离稳定融合 差得还很远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里 我们三人除了睡觉 吃饭 上厕所 其余的时间都在修炼 如果有人来到这个地方 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因为方圆千里 地面冰封 寒气呼啸 又伴有阵阵的雷鸣 天雷落个不停啊 不仅如此 还会时不时的听到恐怖的爆炸声 甚至有可能看到 一道人影冲天而起 犹如断线的风筝 从空中掉下来 没错 这个人 他就是我 当我尝试融合 灵气和煞气时 一个失误 就会引发恐怖的爆炸 然后 就被炸上了天了 哎呀 时间过得飞快 一个月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 我们三人的实力 都得到了极大的进步 可实力越是精进 我是越发的觉得 大姐林素素 深不可测呀 休息时 我忍不住问着 大姐 你现在 到底有多强啊 林小璐和林天佑 也同时看见林素素 这个问题 他们两人也很好奇 林素素 平静地回答着 我不知道 我不敢置信地询问 你 你自己的实力 怎么会不知道呢 林素素 接下来的回答 让我没办法反驳了 是强是弱 需要一个参照物 才能评定 现在的我 找不到这个参照物 林天佑一副 跃跃欲试的模样 大姐 要不我们三个联手 跟你打 她话音还没落 就被我和林小璐 死死地捂住了嘴巴 回想两个月前 我被林素素 轻而易举地 打断骨头的事情 那瞬间 便是一身冷汗 风都降临在即 我可不想再受伤了 林小璐咬牙切齿地 对林天佑说 你不想 林天佑一脸的无辜 但看我们两人 不想跟她联手 也只好作罢了 第八百四十集 龙脉封印出现裂缝 就在这时 林素素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接通电话 一个紧张的声音 从听筒里传来 林小璐 出事了 龙脉通风亦出现了裂缝 林素素的表情 立马严肃起来 她说了声知道了 挂断了电话 我和林小璐松开了 捂住林天佑的嘴巴 互视一眼 皆是看到对方 略显紧张的表情 根据之前得到的情报 风都四界 已经融合为一体 四个风都帝王同样融为一体 重新凝聚成风都大帝的邪恶身 如今龙脉封印在此出现裂缝 那便说明 这风都很快就要降临了 这比我们原本预计的时间 足足早了一年多 我忍不住地在心中庆幸啊 幸好比岸石碎片收集的速度足够快 其中但凡是出点纰漏 如今就会是末日降临 林素素起身 对我们说道 我们该回去了 事不宜迟 我们四人立即出发 前往龙脉东风印 上一次来这儿 还是我重生之后 前来寻找林小璐呢 故地重游 当初与刘飞大战时留下的痕迹 依旧存在 而在不远的未来 我们又会在这里 迎击更可怕的敌人 师父和师娘比我们更早地赶来了 同时赶来的 还有十三局和民间的修行者和阴人高手 师娘告诉我们 经过十三局的推演 即便是使用彼岸石将封都引入彼岸空间 依旧会有不少的恶鬼降临人间 十三局和民间的阴人们负责清理这些恶鬼 至于彼岸空间 也只有师父 我 林小璐 林天佑和林素素能够插手了 当然了 我们不是孤军奋战 地府大军也会赶往彼岸空间 但因为天地规则的限制 十点阎王无法现身 所以干掉封都大帝邪恶身的任务 就落在我们五人的身上了 我问师娘 师娘 我们还有多少天的准备时间呢 师娘回答着 从十三局观测推演的结果来看 最多五天 五天 时间足够了 我对众人说道 你们先留在这里镇守 我要出去一趟 林小璐不解地问着 呆子 你去哪 我微微一笑 当然是去搬救兵啊 别忘了 我们的敌人除了封都 还有随时都可能插手的 封身榜生命 多做一手准备 总归不会错的 就这样 我暂时地离开了龙脉东凤印 师娘给我安排了十三局的专机 飞往长安 没错 我要去见史皇帝 史皇帝在人间建立了 自己的鬼国 不管是封都将临还是封神榜上的神仙重生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威胁 如果能拉拢到他 我们的胜算将会大大增加 我再一次来到了秦始皇陵 这一次我没有等入夜 而是找了个没有游客的地方 将自己的手掌放在了地面上 我释放出带有自己气息的煞气 这道煞气直冲地下 只等了片刻 一只身披秦朝假咒的鬼兵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非常客气地说道 张贤请见史皇帝 我本以为鬼兵呢会先去通报 没成想 他直接做了个请的姿势 陛下已经在等您了 话音刚落 一道通报地下的鬼门缓缓开启 我跟着鬼兵一路向下 一刻钟后 我再次来到了地下秦宫 哪怕不是第一次来 我依旧被地下秦宫的壮观所震撼 头上的星辰 脚下的江河 实在是美不胜受 当然了 也亏着我这身体啊强悍 要知道江河里的不是水 而是水银 换个普通人来 分分钟被堵倒在地 长眠于此了 在鬼兵的带领下 我再一次见到了史皇帝 他端坐于宝座上 身前是正在舞动曼妙身姿的宫女 明明是在娱乐 但他眼中的杀伐之气 依旧是隐藏不住 见我到来 史皇帝挥了下手 宫女们立即散去 此座 秦朝没有座椅 就是在地上铺点东西 跪坐在自己的小腿上 我实在是不习惯这样的动作 干脆一屁股坐在上面 史皇帝呢也不在意 他让其他人退下 大殿中只留我和他 我主动打着招呼 陛下 好久不见了 史皇帝似笑非笑地说着 这才几年 对于我来说 不过是一瞬的事情 我挠了挠头 这话呀 没办法反驳 对于已经在地下生活 两千多年的史皇帝来说 几年的时间 的确是非常短暂 史皇帝问我 你前来觐见 应该是有事吧 我点了点头直言说着 风都即将降临 霍乱人间 若是让他们成功 您的地下鬼国 恐怕也不得安宁 所以我想请您率兵出山 助我们一臂之力 史皇帝不以为意 虽然我身在地下 但这两千年来发生的事情 并非一无所知 风都曾经强大过 但现在实力实不存异 由地府镇压 何须镇出手 我解释着 若是只有风都 地府确实能够镇压 但风神榜上的神仙们 蠢蠢欲动 恐怕会插手此事 哦 史皇帝来了兴趣 那些老东西也会出现 我回答着 不敢确定 但他们的确有这种想法 史皇帝说道 朕生前痴迷于负担修仙 对那些老家伙的事情 了解的不少 神仙一词虽是合成 但神和仙区别很大 神者 灵也 虽拥有无上神力 但一生不得精进 不得自由 死后成神 又上了风神堡 无异于龙中囚徒 还不如朕在这个地下鬼国的皇帝自由自在 过了这么多年 那些老家伙们终于是想明白了 我看到史皇帝的目光中发生了变化 变得肃杀 你说的没错 要是让那些老家伙重降人间 确实会让朕不得安生 他语气随即加重 问了我一个问题 只是帮你 对朕来说 有什么好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